有人问,Alan Ting,MSFT有没有更新呢? 他说为什么大型科技股当中,他好像特别炮输这样的 OK,那其实大型科网股,就是Microsoft 刚才有MSFT,那其实我们自己看呢 其实就,他不是做得差,但是就 始终现在的市场就不是去到很 突然间给很多关于叫做PAAS,就是一些叫做 或者IAS,就是做Infrastructure,这些Cloud的公司 其实他们已经是比SaaS股好的,但是其实就 都不是给很多Premium,就是不是市场焦点 而这段时间的市场焦点就反而放了下去的硬件 就很惨的,就是大家会看到那些晶片股 或者那些电脑公司股,其实就有 很明显最近就因为有大行下调了AMD之后 那就突然间这一波就好像不是那么强势的 我觉得是有影响在于这一样,这个情况 就拖一拖了Microsoft